这是Dragonfly Dragonfly has 28,000 眼睛 Hour by hour, checking Second by second, deleting 蜻蜓,我一直在找你 Searching, identifying Scenes, roles, characters 在现实中无法见到蜻蜓 我会在白日梦里进行清楚的世界 能看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吗? 很多人觉得徐斌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做installation,做看词 这种观念艺术,或者行为,或者书法 或者什么木课 怎么又去做电影了? 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来说 电影只是我的 不择手段的 不择手段的 这个艺术 形式的一种而已 因为我并不太在意 艺术的一个 就是材料和形式和风格本身 任何材料都可以使用 我试着用女性思维来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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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戏一应对的 因为这个电影呢 确实是使用了来自于全球的 各个地方的真实的监控画面 这里差不多有 至少有10%是来自于中国以外的 而这里面的很多的激烈的 或者说刺激的 或者这种 这种天灾人祸的这些镜头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海外的 而这些日常的画面 更主要的是我们从网络上 download下来的被公开的这些 由人们自己上传到网络上的 这样的一些画面 只用这个监控画面 能不能把故事讲出来 在没有摄影师的情况下 在没有主演的情况下 能不能做出一个 剧情电影的长篇 这些都是未知的 这个电影其实相当 我的一个艺术作品 但是呢 它为什么用一个 Fiction movie 就是说一个 这个故事片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呈现 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故事电影 而是这个概念 或者说这个作品 需要由一个 这个故事电影的形式 让这个概念变得更具有张力 很多的这个电影节 让我们填表的时候都 说它是什么类型的电影 而这个电影无法归类 他的摄影师是谁 他的主演是谁 他的主演是谁 其实我们都没法填写 是因为呢 世界上过去没有这样的电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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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